200 万的豪华房车 豪华在哪里 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个 Mercedes 的 My Bug S580 到底有什么豪华 Muy Bug S580 拥有双色车身 前面采用这个直铺式的水箱护罩 浮雕 还有这个 Digital Light 拥有130万个微镜体 显示效果非常的旋利 也很有科技感 既然说它是 My Bug My Bug 的 logo 自然是无处不在 在这里有一个 My Bug My Bug 的专属轮圈 而且大家来看一看它的尾灯 这一个尾灯其实是 My Bug 的专属设计 全 LED 设计 而且仔细看细节的话它还有一粒一粒的 LED 晚上的识别度非常高 一开灯你就知道它是 My Bug 另外呢 这个尾箱同样的有自动开启的功能 可是你可以看到尾箱被一个箱子散去了很大的空位 可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拥有冰箱 这辆车是为后座乘客打造的 所以冰箱对于后座来讲很重要 因为你随时可以喝冰饮料 最后要讲的是引擎 虽然这辆车并不是以性能作为取向 但是它的引擎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 4.0L 的涡轮增压引擎 加上48V 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最大马力 503 HP 同时扭力表现 700 Nm 0-100 加速只需要 4.8 秒 而且可以看到为了加强车体的刚性呢 这里有两支铝合金的拉杆 这一个相信它的操控表现应该不会太差 My Bug 的车款通常都是为后座买家所打造的 虽然如此它的前座呢设计也是非常的不俗 可以看到真的木纹式版提升了豪华度 是 1.8 吋的 OLED 萤幕 而且内建的 MBUS 系统也非常的先进 非常的使用直觉化 赞 这个前面呢拥有 12.3 吋的数位化仪表 前面还有巨大的抬头显示器 加上这个方向盘 这里有 My Bug 的 Logo 变动调整 甚至还有这个 Steering 加热的功能 就算你只是一个司机 你也可以有非常好的乘坐感受 还有可以看到这个椅子吗 跟你家的沙发有什么差别 差别就是它边家的沙发更舒服 就像我讲的 My Bug S580 是一个专门为后座乘客打造的车款 就好像这个门一样 这里并不是氛围灯 其实是一个长方形的荧幕 而且 这个门拥有自动关闭功能 你可以拉一拉它就自动关闭 或者采用手势控制来让它关闭 接下来其他的东西就包括这个冰箱 打开之后里面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冰箱 去跟客户谈生意成功了之后 来一支香槟庆祝一下 接下来还有这个无限的手机充电机座 而且是带冷气散热的 因为手机充电的时候会发热 这个是一个很贴心的功能 这里有杯架冷气的控制面板 还有独立的冷气出风口 如果觉得这样不好看 可以让它电动的进行关闭 当然这里也是有一个面板 来让你控制车辆的功能 只是这个面板不知道去了哪里啦 前面的这个荧幕同样的也可以让你进行一些操作 它是出屏 可以让你听歌啊 看戏啊 控制车辆的东西等等 我觉得这辆车真的是一个 很有科技感 很豪华的商务车辆 而且重点是刚才前面的座椅已经很舒服了 这个后座的座椅更加的舒服 如果真的是长途的话 你的司机在开车 你可以在后面小修一下 没有问题 全景天壮也可以给你非常高级的享受 加上这个豪华的音响系统 完全就是一个视觉跟听觉的饗宴 以上就是售价接近200万令吉的 MyBug X580 你觉得怎样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好啦 我是Ivan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